大家好 我是阿宇先生 歡迎大家來到澳洲香港人頻道 今天我會跟大家講講這個夫婦團聚簽證 或者說這個伴侶簽證的申請的辦法 這種簽證可以這麼說 對於那些真實的夫婦一定可以的 兼且很快可以批的了 很多人說是夫婦 但是怎麼證明呢 移民局對於這件事審查得最嚴格的 所以要提交的表格或者說文件特別的多 正如是這樣 他就把這個夫婦簽證分為兩個階段 他會先讓人申請一個臨時簽證 這個簽證的號碼是820 通常那個時間大約是6、7個月左右就會批的了 這個是臨時簽證而已 那麼他就會繼續審查或者審理這些人的申請 然後就會再批下一個簽證就叫做801 今天我會跟大家去說的東西包括在這裏的11點 兩者有申請的條件 拿到這個820臨時簽證之後他有什麼可以做呢 申請的時候要提交什麼文件呢 要怎麼證明呢 兩個人之間的關係呢 雙方共同的財產證明有依康是什麼呢 日常生活又要怎麼證明呢 社交方面的證明要怎麼呢 申請人過去的婚姻關係也是需要證明的 那對於那些同居的那些案件 可能沒有 結婚證書 如果這些人申請的話 怎麼處理呢 政府都定義這一類的關係就是叫做事實婚姻 或者說是defatal relationship 那要怎麼證明呢 還有就是申請的時候呢 是可以加子女的 對於這些子女有什麼規限呢 還有第11點就是對於那些 兩夫婦其實已經結婚很久了 子女都結婚了 只不過呢 另外一個就一直做太空人 現在想回流申請了 那對於這些長久婚姻關係的人 又怎麼處理呢 那這一集呢 就會跟大家分享的 好 那我們先看這個申請條件 第一個就是哪些人可以申請呢 包括澳洲的公民啦 那些PR啦 和尿斯林那些Citizen的partner 那申請的時候呢 是需要你的partner去做擔保人的 就是如果他不容易擔保呢 是都沒得談的 那還有呢 就說當你一填這個擔保人的名字之後呢 那整個申請過程呢 你又不可以轉擔保人的 那還有呢 因為這是一個臨時簽證來的嘛 這個820來的嘛 當批開之後呢 這個擔保人仍然是願意繼續擔保你 直至來是拿到這個801為止的 那對於申請人的年齡要求呢 就是起碼都要18歲的 因為澳洲的法令規定呢 18歲呢 才是一個合資格的結婚年齡來的 好了 那至於在哪裡申請呢 就一定要在澳洲境內的 因為你現在是在做這個夫婦團聚 或者說這個伴侶的團聚嘛 那如果他都不在澳洲呢 那就說不過了 那對於他們的品行要求呢 就是所有的申請人 無論當事人或者說他的子女 和單本人呢 他都要符合移民那個品格的要求的 對那個健康審查也一樣的 那他裡面呢 一樣呢 是說明了申請人和他的那些附屬子女 是一樣要符合那個健康的條件的 那還有呢 就說這些人呢 是不可以在欠澳洲的錢的 那如果在過往 因為任何原因呢 欠澳洲的錢呢 你就要清還了 你才可以是做這個申請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呢 就說 申請人呢 在過去呀 未被cancel過任何visa 或者呢 就是他的那個申請呢 是未被refuse過的 那這件事要留意 那跟著呢 他那個申請的費用呢 就是那個primary applicant呢 就是8850元 那這個費用呢 就包了這個 820和801的簽證費的了 那對於那些拿著visa300的 那些未婚夫 未婚妻簽證的那些人呢 他去申請820的時候呢 他的申請費呢 就是1475元 那至於那個審議時間呢 一般來說呢 是7個月 政府說呢 將申請個案由一排到100的話呢 那個中間的第50個的申請時間呢 就是5個月 那但是呢 當然有些複雜的case的嘛 那所以政府給出來呢 就是說 90%的人的申請呢 就在29個月之內呢 完成 即是說呢 任何遲到7個月那些呢 都是屬於一些複雜的case的啊 好啦 那拿到這個820簽證之後呢 那些人可以做到些什麼呢 在這個居留期限呢 其實呢 就是一直准許你住到呢 政府對於那個永居簽證801呢 是作出決定為止 就是政府說給你 那你在那裡住下去吧 不給你呢 那你就要拜拜的了 那對於大部份人來說呢 拿著這個820 直至你發出這個801為止呢 那是需時15至14個月的 那這個期間呢 你是可以工作啦 可以讀書啦 可以無限次往返澳洲啦 那還有呢 就是可以有這個Medicare的 兼且呢 可以參加政府的免費英語課程的 好啦 那申請的時候又要提交什麼文件呢 那有三大陸的就是身份證盈文件啦 品行的證盈文件 和配合關係的證盈文件 那身份證盈文件方面呢 就是 你當事人本身那個identity card啦 他的護照啊 或者曾經改過的名字 的所有證盈啦 那至於這個品行證盈方面呢 就是 這個申請人呢 他在16歲之後呢 那10年裡面呢 如果是在澳洲住滿超過12個月的話呢 那他就要提供在澳洲的 那個沒有犯罪證明文件 那另外呢 就是在16歲之後呢 他在任何地方住滿有12個月呢 他也要是提供那個地方的沒有犯罪證明文件 那如果這個申請人本身是曾經是當過兵的話呢 他也要是提供他當兵的服務紀錄 和那個離職的紀錄的 那至於跟配偶的關係呢 那最大路呢 就是說他們的結婚證書 而這個結婚證書是由澳洲認可的 對於那些呢 是沒有結婚證書 但是有這個事實婚姻關係的人呢 他也是要提供一些文件呢 去證明這一種的關係的 跟著呢 就是講到呢 跟配偶的關係要怎樣證明了 A呢 就是說你兩個人呢 是需要證明你們是要夫妻關係 共同生活啊 沒有影響到第三者的 而你們的關係呢 是真實和持久的 你們是一起生活的 並沒有持久性的分開兩地 那第四點呢 就是說 你們雙方呢 是很了解對方的家庭背景的 兼且呢 第五點是最重要的 就是呢 你們呢 是沒有這個親屬關係 那為什麼第五點重要呢 因為親屬移民是很難的嘛 那有些人呢 就是兩個親屬 自己呢 就是假結婚 做了所有文件的事情 那目的呢 就是想把另一個親屬呢 是帶來澳洲 那政府呢 就要杜絕這些假結婚的個案 那要準備些什麼材料呢 那就包括你們是何時何地 還有怎樣認識對方的 你們的關係怎樣發展 你們什麼時候開始呢 決定呢 有這一種的關係 你們在家裡邊的分工是怎樣的呢 如果你們兩個之間呢 曾經是分開的 那要講出那個時間地點啦 分開的理由啦 還有兩者之間呢 如何維持大家的關係呢 你們兩個人之間的重要事項 你們未來的計劃是怎樣呢 那在財政方面又要證明些什麼呢 那就包括你們的 有沒有聯名的 Coreland Account 聯名的房產啦 聯名的遺囑啦 聯名的遺囑啦 聯名的貸款啦 或者說聯名的其他帳單啦 那跟著呢 就是 講到關於大家的日常生活裡面呢 要提供證明啦 就包括任何的郵件紀錄啦 有些什麼東西呢 寄去那個地方是由你們兩個人的名字啦 有些什麼文件是證明呢 你們是一起去管理你們的孩子啦 有些什麼東西呢 證明你們是一起住著的呢 你們兩者之間的通話紀錄啦 你們的信件來往的紀錄啦 你們如果用這個微信的話呢 微信聊天的紀錄啦 有任何media conference那些紀錄啦 那在社交方面呢 又要你證明些什麼呢 那就要你最少有兩個village 去provide證明你們的關係 那另外呢 就說要show你們是有共同的朋友啦 有些什麼活動呢 是你們兩個一起去被邀請的 去參加 還有有沒有一些圖片的證明啦 你們兩個人之間呢 發生的大事 例如說 蜜月旅行啊 參加婚宴啊 那些東西 那還有就兩個一起去旅行的證明啦 又或者說呢 你們曾經呢 是說給政府知道呢 你們是在一起生活著的 那這一點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有些人可能呢 沒有這個結婚證書 那但是呢 他是同居的 因為某種原因 那他們就曾經向政府 申請過某一些東西 說他們在一起住的 第八點呢 就是兩個人的過去的婚姻紀錄 那這一點最主要是什麼呢 就是去看看 你會不會呢 是一些professional applicant 那根本可能呢 就是過去申請過 跟著呢 又離婚又和第二個人申請 第九呢 就是說什麼叫做事實婚姻呢 這個defeatal relation 主要針對那些呢 就是沒有一個正式的結婚證書 可能他所居住的地方呢 就不容許他們 有那種的結婚證書 那但是他們真的一起生活的 那我們看一下呢 裡面是說什麼呢 那兩者的關係是真實持久的 是一起生活著 或者曾經分開的話 就是短暫的分開 那b呢 是最重要的就是 兩者是沒有這個血緣關係的 因為血緣關係呢 它就會聯想到 其實你們可能親戚 可能申請家人 那你就假的 假結婚 將那個家人是帶過來的 那大家覺得 這些好像很渺茫 怎麼會有人這樣呢 其實呢 我都聽過這些個案子的 那在澳洲來說呢 就是同居呢 是可以同性別的 那第十呢 就說 申請的時候呢 是帶著自己的子女一起申請的 在子女方面呢 under 18歲那些呢 那當然就行了 那但是如果對於那些 over 18歲呢 他就有條件的 就是那些當事人呢 需要呢 這個申請人去 fullly去support他的 那可能他 是身體上有殘疾 自己生活不到 那那些子女呢 又容許你什麼時候呢 將它加入去這個申請表呢 那有兩個階段的 第一呢 就是說你可以申請那一撒馬呢 就將那些子女加進去 那有些情況呢 就是說 在那個過程當中呢 你申請了這個820 但是又未批 之前呢 你仍然是可以加進去的 那什麼情況會有這些呢 就是說 在那個過程當中呢 你820還未批 那你生了一個小孩 那就可以加進去 那當然呢 就是說這些子女呢 在申請了撒馬呢 他是在澳洲裡面 那對於那些呢 已經是批了820了 但是呢 就仍然未批這個821 對呀 在這個卡拉時間 如果你想加小孩又怎麼樣呢 那這個小朋友呢 就要申請那個小朋友簽證了 Dependent child visa 是445了 好了 那對於那些已經結婚很久的夫婦 想做個小孩都有的了 那老婆呢 已經一早在那裡 定了去居 拿著護照 老公呢 可能在外地呢 是繼續賺錢的 可能在香港 有工作 那到老公呢 是決定過來呢 跟老婆團聚 或者說反過來 或者說老婆過來跟老公團聚 那樣 那這些呢 有長久婚姻的人呢 他們的申請呢 又容易一些了 那政府呢 是有可能呢 就不會發這個820的temporary visa 給他們 可能一發呢 就直接發這個801的永居簽證給他們 那當然呢 那個決定權呢 就是在移民那裡 根據當時的quotdown 當時的情況 如果那個申請人對他來說呢 就是堅如盤石的那個關係 就是毫無懷疑點的呢 那通常這些都是 一遍到的申請很快就批的了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這些資料 那希望這些資料呢 是能夠幫到大家 如果大家覺得有用的 歡迎分享 點贊 和subscribe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